彼得前书 彼得最初跟随耶稣时名叫西门 他是十二门徒的核心任务 当他认耶稣为弥赛亚救主的时候 耶稣把他的名字改成了基法 亚兰语的意思是岩石 希腊语的发音是彼得罗斯或彼得 耶稣应许他做众使徒的领袖 在最初的几年里 彼得带领耶路撒冷城中 信奉弥赛亚的团体 其中发生的一些事 记载了《使徒行传》前十章中 后来彼得接受护照 把耶稣的福音传到了以色列境外 彼得写这封信时 宣教士工已经在罗马帝国的疆域内 开展了几十年 在信的结尾处会发现彼得是在罗马 他称之为巴比伦 他找人代彼 写了这封信 执笔人名叫希拉 是彼得的同工 这封信被送往古罗马小亚西亚省的多间教会 那里就是今天的土耳其 彼得知道 大多数被控告的基督徒是外邦人 他们受到邻居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反对和骚扰 所以在他们遭受苦难时 彼得写信鼓励他们 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封信的构思和基调 书信一开始就是问安 然后是一首赞美神的诗歌 这首诗引出了这封信的关键主题 彼得首先肯定 这些受逼迫的基督徒都是基督大家庭的成员 这让他们把苦难看作是见证耶稣的方式 也让他们把将来的盼望聚焦在耶稣的再来 好 一起来看看下面的内容 彼得一开始向众教会问安 称他们为神拣选的子民 是寄居在这个世界上的 彼得在信中明确的说 这些基督徒读者是外邦人 在这里彼得使用的是 旧约中神拣选以色列人及亚伯拉罕全家使用的词汇 而亚伯拉罕本人正是外人是寄居的 这是彼得书信中一再重复的重要思想 他希望这些正在受苦的外邦基督徒能明白 他们已经靠着耶稣归入了亚伯拉罕的家 和他一样 在这个世界上 他们都是漂泊寄居的人 遭受误解和不公平的对待 却在应许之地寻找一个真正的家乡 在开篇的诗歌中 彼得继续阐述这个观念 他赞美神说 神借着耶稣的救赎和圣灵的能力 让人们有永活的盼望 神邀请所有人进入 以耶稣为中心的新家 所有的家人都有新的身份 就是神所爱的儿女 也都有全新的盼望 就是当耶稣再来做王的时候 借着神的爱 在一个新的世界得以重生 对于持守这个盼望的人而言 受苦和被逼迫 恰恰是奇妙的礼物 因为他们能把虚假的盼望 和令人分心的事 复之一具 就像火能净化人心一样 这提醒我们 哪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和盼望 实际上 生活中的困苦 会兼顾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的信心变得更加真实 在这段开场白之后 彼得谈到核心内容 他更深入地解释了这些观念 彼得首先解释的主题 是关于神的子民 在新家里的身份问题 他采用了旧约中 令人印象深刻的 以色列家族画面 来描述这些外邦基督徒 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 外邦基督徒也要准备好他们的心 并离弃他们以往的生活方式 开始全新的生活 他们是神圣洁的子民 现今正在穿越旷野 他们是新出埃及的人 已经被耶稣的血赎买回来 耶稣就是最后的逾越节羔羊 他们是新约时代的人 神的话语深深地藏在他们心里 修复他们的心 更新他们的思想 他们是神的新圣殿 建立在耶稣的根基上 而且他们是神国的祭司 在万民万族面前代表神 服侍神 通过像这些受逼迫的外邦基督徒 描绘这些奇妙的画面 彼得把这些经受苦难的信徒 带进一个崭新的视野中 也进一步引出了下一段的内容 他们所受的逼迫 恰恰将他们的使命 向世界显明出来 让万国见证神的怜悯 首先 彼得鼓励他们 要顺从罗马人的统治 即使罗马人很不公正 没错 他知道 他们所受的逼迫和苦难 是不公正的 但暴力对抗并不能解决问题 更别提暴力本身 就违背了耶稣的教导 耶稣爱自己的仇敌 而没有杀掉仇敌 其次 彼得特别强调基督徒奴隶 和基督徒妻子 所面临的艰难处境 在罗马帝国 每个家庭都必须敬拜 一家之主所信奉的神明 彼得知道 如果主人不信耶稣 这些忠于耶稣的七小和奴仆 都会引起家族里其他人的怀疑 所以彼得说 的确 所有的基督徒 包括罗马人的妻子和奴隶 都已经完全被耶稣释放了 但他们不能以叛乱的方式 来表现自己的自由 而要像耶稣一样 抵制邪恶 显出爱心 并对仇敌显出爱和宽容 如果家中的丈夫也是基督徒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他们不会像罗马人那样 苦待自己的妻子 在神面前 他们平等的对待妻子 因为神是配得尊荣 敬畏的神 彼得盼望 人们对耶稣之爱的效仿 和具颠覆性价值观的国度 让人有能力去见证神的怜悯 并向他人展示 耶稣之道的美妙真理 但彼得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 他知道基督徒仍会遭受逼迫 他提醒说 将来必有深渊的日子 他回顾了耶稣受到不义的逼迫 并被腐败的宗教领袖所杀 但实际上 他是替仇敌而死的 之后天父为他深渊 圣灵让他复活 如今耶稣被升高 成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彼得指出 洗礼是表明耶稣的跟随者 得到深渊并获救 像挪亚一样 他们从水里得救 洗礼不是一种神奇的宗教仪式 而是一种神圣的象征 它标志着受洗者内心的改变 以及他们渴望与耶稣的死和复活 相联合 因此 当时即便因为跟随耶稣而殉道 他们仍盼望将来有一天 神会为他们申冤 他们将与主一同被高举 接着彼得进入结尾部分 他回顾了耶稣的教导 说门徒们应该以此为荣 并像耶稣一样 因为遭受逼迫而喜乐 彼得还呼吁教会领袖 要关顾那些受苦的基督徒 并做仆人式的领袖 就像耶稣对待跟随自己的人那样 最后彼得提醒这些基督徒 要弄清楚谁才是真正的仇敌 他们面对的敌意 不只是来自文化或政治方面 更是灵界中黑暗邪恶的势力 是他们激发了人心中的憎恨和暴力 基督徒要持守对耶稣 及他教导的信心 耐心等候耶稣再来 相信邪恶必将被战胜 彼得从罗马教会向收信者问安 在书信结尾处祈求神赐能力 他称罗马为巴比伦 在这里他采用了旧约时代先知们的传统 他们用巴比伦代表所有堕落的国家 罗马变成了新巴比伦 神的子民现在寄居在这个帝国 还没有住在真正的新家里 所以他们要等待真正的王回来 彼得前书是基督徒在苦难中的盼望 如同一支强心计 从一开始神的子民就是被人误解的小众 因为他们选择让另一位君王耶稣来管理自己 因此难免要面对世界的敌意 尽管如此 逼迫却成为教会的奇妙祝福 因为逼迫恰恰能让世人有机会看到耶稣 令人惊叹的怜悯和爱 这正源于我们对耶稣再来的盼望 这也就是彼得前书的经意